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自己获得的新力量 你可满意 贪天之功 适逢其罪 我又何谈满意 哎呀 那你倒是很适合这虚愿之名了 哦 对了 有件小事需要和你同步 就在刚才 七术中的最后一名也已经完成蛻变 松雀 你对她 别急 我可没有打算坑害你的宝贝徒儿 只不过 若是她乐意为世界小小地牺牲一下自己 那就另当别论了 老实说 与你的虚愿相比 还是她的欺瞒更加有趣 之前 你将数的原额阔为七名 决定以卯星的残片分赠他们 那时你一定无法想象 看似最为无能的欺瞒 于某种意义上说 的确是我等之中最为强大的存在 还记得我们之前的讨论吧 你的厌恶 与原始的黄道星之环 毕竟有云泥之别 而若想将其堪堪弥补 我们就必须将自我填入其间 用我自己的预言来说 也就是脆火 我等利用影子的方式 或吃或走 都将与星之环残片发生共鸣 并因之固化 形成蜕变 这虽说是穷途末路之举 倒也能偷天换日 勉励将自我与规则合一 并借此操控世界 对于蜕变本身 我相信大家并无奢求 享乐 逊死 结合 他们从前就失去了回头的可能 破气 虚焰 气勇 我们的人生也一如既往 只是更负挑战罢了 但唯独七满 你真的认为 他的天赋 在于能借用他者之力因是力道 当个术中骗子吗 他也认为 他的天赋 他也认为 他的天赋 阿杰塔 你不必追溯过往 在蜕变之后 七满之术究竟化为了何种力量 哦 看来你想要最直接的答案 你 见过玻璃液滴被淬火之后的样子吗 那是一种很美丽的事物 就像凝固的泪滴一样 由于脆火的过程为他保留了特殊的硬力结构 这种泪滴的头部变得异常坚硬 即使用铁锤敲打也不会损坏 但是 就像那些最普通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 表面上越完美的事物 他的弱点也往往越为致命 比如 对于这种泪滴来说 只要握住他纤细的尾部 轻轻一掰 无论整个玻璃多么坚固 尺寸多大 他都会瞬间从内部崩解 变成一地碎溪 等等 你难道是说 哎呀 我们聪明的白先生 当我举出这个例子的时候 你就已经在内心里明白了吧 经过七数以身河道的脆火 如果将影子的一切全能 比作这种玻璃泪滴 那么与星之环结合的松阙 就正是这泪滴的尾端 他乍看起来毫无修为 只能借用我们的力量 用一种明目张胆的欺骗 来彰显自己的树枝威仪 但如果 有另一外卯星的残片 为他施加足够的压力 他就会带着全部的影子全能 经历一次重整 摧毁一切规则 回到最初的起点 从学术角度考虑 从学术角度考虑 我或许称之为 受魄条件下的定向虚数重整 画更为精确 但 以你的品位而言 我们不妨称呼它为 异类之遗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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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怎么突然话说到一半 就 没事 为师只是想起了一些过去的事 你还记得大家最初告诉你 什么是异类之遗的时候吗 啊 那个呀 说实话 都一百多年前的事了 咱这支离平平的脑子 早都记不真切了 咱只记得 利托叔当时好像说 这能力算是抢了他的招牌 他不仅不打算激活 还要阻止别人使用 这么说来 塔姨也是类似的说法呢 他说自己对什么 归零的起点不感兴趣 没有道理上手做这种破坏艺术品的实验 哎 好像咱的记忆也不是那么不靠谱嘛 小瑟拉心疼咱的样子 瑟利姆小姐觉得咱还是她财产的样子 等着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这不是全都历历在目吗 倒是师父你 那个时候露出了一副油油郁郁 苦打仇深的模样 一点都不像平常的你了 是啊 为师 终究是一介佣人 哎 师父你也别这么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 船到桥头自然直 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脑子里忽然就又冒出这句话了 如果是希娜 她估计也会有一样的感慨 来 这么说来 那位希娜小姐 没什么 天道之事 恐怕我等并无资格一策 倒是你 怎么突然又这么开心了 哎呀 在办大事之前 咱也得用自己的老方法 提提气嘛 师父 有些事 您老人家看破不说破 成不成 成 你既已做好了准备 不如即刻返回虎破街吧 你的新老朋友 想必已等候多时 想必已等候多时 哎呀哎呀 刚才那些幻象 一定都是树稿的烟雾蛋吧 你们说 松鹊和白鸡 会不会已经在寻梦者梦当的那个位置 哎 再又如何 如果任意移树有意阻止 那里都不是你们能随意靠近的地方 之所以有人在梦里可以 恐怕是因为对那时的器用来说 你们有些些利用价值吧 不过绝的力量似乎也不仅仅是树这个概念可以 咋 这就下破胆了 既然你们都认为我只是殉死的延伸 它除了器用又能算是什么 做人可不能双重标准 我只知道你在那个梦里 像野狗一样死在了路边 根本没人关心 呸 那不过是实诈的幻术罢了 群梦者哪里亲眼见过 你要我说 就连那白鸡也不可能是真要杀了松鹊 他要能铁下这个心 过去那一百多年什么时候不能动手啊 可是 嘿咱回来啦 松鹊 吓死我了 虽然这个新的方案听上去充满挑战 但还好 还好你师父没有破关破摔 得了吧 你怎么知道这不算破关破摔啊 你们试着把唯一的志愿者斯卡德传送到欧夏 结果要怎么样 啊 哦 我们之前尝试了把狼丘居民传送去欧夏的实验 不用他意外 反正也失败了 陈雪那边推测 这多半和狼丘人长期进行的围级脱不开干系 他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影子 却又没有数那样的本事 想摆脱影子的掣肘 怎么看都难 当然 也不排除某位数在协助传送时有所保留的可能 别这样说 克拉利 多尼格尔虽然态度不好 但他 好歹帮了忙 好歹 哎 喂 想一出试一出的是你们 落锤子的也是你们 我这做狗的 除了跟在你们屁股后面骂骂咧咧几句 还能干啥 别忘了 要不是有个鬼东西在打影坛的主意 就凭你们 还想使唤我当苦力 门儿都别想 哎呦 对不起啦 你道什么歉啊 你以为我现在就不想把狼球拆了吗 只不过凡事有先来后道而已 宋雀 你师父呢 怎么没见他跟你一起回来 师父说他要先把无相之相 也就是影球给拖下来 为塑形做好准备 咱们没什么大力气 还不如先回琥珀街召集大家 我看哪 他就是现在羞愧的不敢见人 这得让你一个人回来 哼哼 要照你这么说 那咱还挺有面子的嘛 那 仗着这点面子 多尼哥尔 你鼻子这么灵 应该知道东姐他们在哪儿吧 带我们去找一下如何 你把我当 得得得得得得啊 当狗就当狗吧 咱这走江湖的 谁还不是别人的一条狗呢 哼 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 哼 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 哼 白桔 她倒没让我太失望 太好了 松雀姐姐没事 白桔叔叔果然不是坏人 嗨 咱没事 别担心 比起那个 当然还是天上的黑球球 哇 师父厉害呀 啊 啊 既然师父已经开始了 咱们也得抓紧时间 这事说难也不难 按师父说的走 一共就两步 其一 把绝从树去之海捞出来 带上 咱们一块儿去找师父 其二 咱们按师父的指导 将树的力量导向极致 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狼秋 全部的影子 从而由他 来操纵一场赌上一切的危急 以此为绝塑形 作为结果 如果运气好 绝能改邪归正 那咱就抱她的大腿 如果运气差 咱就和她打一架 看看谁的拳头更硬 哦 满仓下注 一把绝胜负 好消息是 如果提前预防冲击 对欧相而言 狼秋毁灭的结果 也不过是一场地震而已 那 你们要回避战斗吗 嗯 你为什么这么想 为了充分观察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样本 和他们同生共死 才是研究者的常识吧 要是实在不行 我说不定还能努努力 让大家藏到星之环里面 躲过这次灾难 温西娜 你超现星之环的能力 不是会 嗨 别担心 我只是在考虑最极限的情况 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那也没法纠结后遗症的问题了嘛 嗨 哪有那么麻烦 咱这又没有自费武功 万一横数都搞不定了 你们不还有我 这个欺瞒之数吗 只不过真到那种时候 大家可就别再舍不得咱了 这可不好说 作为凶兆的一环 如果没有你 我都衰弱得没办法自己走路了 呃 要不 咱干脆现场来试试运气 行风者是不是还没有玩过 狼秋十乐之一 紧张刺激的运势游戏 翻翻乐之 无敌大乐透 来来来 龙门大阵 咱给大家摆它一摆 哟 大吉大利 大吉大利 那咱今天的运势 可和在某人梦里那时候 完全不一样咯 呃 那个 灯姐 哦 哦 没什么 虽然你以前总靠初千玩这个游戏 既然运气不错 那我们就趁热打铁吧 实不相瞒 在你与白吉确认一类之仪的同时 我也收她之托 为计划的其他可能性做了一些工作 这不是其他器用 嗯 这不是其他器用 正是暂时被白吉压制住的绝 不错 此刻 她和阿杰塔的那方空间一到 被收入了有异影之浓的那物袋 虽说每个那物袋只能坚持半个小时左右 但至少在我平日储备的那物袋耗尽之前 如果我们想要对她进行什么操作 还是可以随取随用 为不得我们在琥珀街一直没看见你 等等 如果是这样 那你岂不是早就猜到白吉先生不会对宋雀出手了 我只是不喜欢被动地等待结果 我 必须做些什么 没错吧 作为借口 她已经过时了 你怎么知道 是那场梦吧 这么说来 算了 不是什么适合现在讨论的话题 大家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该说你嘴笨 还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呢 无妨 既然白吉早就准备了这么一场盛会 那我们当然也没有不参加的道理 嗯 书虫也总和我说 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 世界上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 嘿嘿 谢啦谢啦 所以 多尼格尔呢 嗯 咻 搞得好像之前几次你们征求过我一件似的 事先声明一点啊 开战的时候谁都行 别让我打头人 多多 难道你在害怕吗 嗯 嗯 嗯 小不点你说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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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色拉妹妹 主角一般最后才登场 等吧 可嘟嘟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主角 那么 许梦者呢 咱的想法还是和之前一样 这是狼秋自己的事 咱不希望作为客人的你们 因此受伤 甚至 遭遇更坏的事 这狼秋既然有你 我们就绝不能冷眼旁观 再说 欧夏那边有陈学姐 她可比我厉害多了 是啊 和技术高度发达的欧夏不一样 在狼秋这边 多一个人 可能就是多一份力 人还是要有点冒险精神 见死不救 也不是女武神的作风 哎呀 真是的 再这么说下去 咱可要憋不住眼泪了 实话说 我还挺想看看 你哭鼻子 是什么样子呢 喂 咱不住眼泪了 咱呢 咱又能对护行 咱可要 sert 咱呢 咱的带行